倒是現在民眾黨傳出人事大地震了 其中柯文哲競選辦公室主任周宇修 可能會來接任秘書長 至於陳志涵則會負責未來要設立的政策部門 而黨內現在還有五位中央委員說新聞不滿缺乏 和柯文哲溝通機會現在集體邀請辭 也讓民眾黨在選後面臨到內部權力大洗牌 民眾黨選後人事大風吹 現在傳出連秘書長都可能有異動 而周宇修就是新任的秘書長人選 民眾黨傳出現任秘書長周台竹 完成階段新任務即將卸任 未來會交辦給柯文哲競選辦公室主任周宇修 而黨內預計新設的政策部門 則會由柯進辦發言人陳志涵負責 依這個民眾黨中央黨部 依規定要提醒雙方同意 就中午就是這樣 接下來的話要面對到的就是包含說 2026或者說2028部門上面 當然有沒有要新增一些 未來的一些相關的一個任務的編組 這個都是整體要來通盤布局考量的 民眾黨發言人李鼎麗透露 黨內部門改組還未定案 只是除了組織重整決策圈也傳出大喚謝 民眾黨的九位中央委員 包括快昇華 范江一凱等 多達五人遞出辭辰 根據瞭解他們覺得中央委員的議論功能不足 也缺乏和柯文哲正面溝通的機會 而柯文哲競選時期的新婦 在選後回歸黨中央任職 也被外界解讀是鷹派的大勝利 一個政黨裡面常常有各種意見 就是一樣嘛 遇到問題 處理問題 黨的發展總是是才是用 就是說誰適合擺哪些位置 總是階段性任務 我從來不認為周一休 怎麼被歸類為什麼鷹派 我每次笑他怎麼看都像鴿子 雖然民眾黨票選的中央委員 一旦辭職會依照順位地補 不會留有空缺 但黨內的權力大洗牌 恐怕還是會為民眾黨帶來動盪 謝謝蕭云辰 張若萱 台北相報到